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旅行东西军 我是主持人廖婕渝 在台北市东区 有一间老字号的牛排店 主打平价温馨 料理却是高质感 过去曾因为房东不愿续租店面 还有高龄老父亲想退休 差点面临了歇业危机 但是店家二代兄妹 不舍爸爸一生的打拼就此消失 干脆辞掉原本的高薪工作 继承家业守住老味道 金黄熟成的厚切牛排 放进高温烘烤过的瓷盘 避免牛肉过熟又能保持温度 还能让店里浮灰雾蒙蒙 用心打造环境餐点 微叠出金骨级的好味道 第一个它非常的超值 那它的牛排很特别就是 它外酥内软 它咬下去会有鲜甜的肉汁的味道 从我老板第一次请客到现在 大概是十年 我通常都吃三分熟的牛排 那牛排很鲜嫩 轻轻切下去外焦嫩嫩 里头红粉咖啡 肉色纯线渐层美感 入口滑嫩肉汁回甘 外皮带有酥脆感 能让厚实牛排层次迷人 次断工序样样都得精准确实 尽量片盐轻盈落下 赋予淡淡风味 更能帮助牛肉均匀受热 稍稍静置等待肉质变软 短短十分钟确实好吃关键 它表皮煎起来会恰恰的 那种就是有点带焦的那种 咖啡色的 那个叫梅娜 大块牛肉送上煎台 热油滋滋作响 助攻牛排由红色转为诱人的 咖啡色 焦香气息油油散发 便将肉汁紧紧锁在里层 接着还得来个中场休息 余温让肉持续熟成 才能进入高温烤箱 淡淡熟度 新鲜奶油即时加入 让色泽更焦黄迷人 奶油牛油完美融合 风味难挡 这间25年的牛排老店 靠温馨范围精致料理 给人一种家的感觉 但却因为房东不续株 加上劳动市长年纪大 一度面临协业危机 我爸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 但是甚至已经讲到眼角泛出泪光了 他就觉得他可以看得出来 他非常的不舍 那我们都觉得 父亲努力了25年 然后经营得这么好 也许是我们该为他分担一些事情的时候了 二代餐厅掌门范朔芬范哲伟 哥哥原本任职金融业 妹妹在异乡担任餐饮主管 因为不舍儿时回忆就此消失 决定辞去工作接手事业 搁了几条街找到新店面重启营造 我们去每一个餐厅吃饭 他都会教我们怎么看菜单 这个定价策略是什么 常常在言语当中就会告诉我们这些东西 所以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像是 从小的耳濡目染吧 两面包一洋葱一番茄 一个hold住内厂品质 一个负责外厂管理 老董事长还会每天来寻厂 观察出差动范 人员调度 确保老味道会遭惊 一家人以行动力持续传递幸福滋味 让每个客人来用餐都能有回家的感觉 爱吃牛肉的饕客 都知道日本和牛的美好滋味 这顶级蒸修的价格 近几年更是居高不下 A4等级的和牛一公斤 从2014年的513元 到了如今涨到719元 但就算价格涨翻天 老饕们还是愿意捧着现金来买 只为了一场美味 所以光是2018年 日本和牛的出口产值就高达68亿台币 其中台湾就占了10亿之多 而其实世界各地和牛口感大不同 像是日本的和牛油花多入口即化 澳洲和牛呢 它油花平均香甜之多 至于美国籍黑和牛则是肉香味重 吃起来有嚼劲 不过说到和牛 台湾人的最爱恐怕还是日本和牛 像是有业者就推出了高档的A5和牛吃到饱 每人9999元一大盘的全牛燕从头吃到尾 各个部位让你无限享用 业者说为了要减低食材成本 他们还亲自到日本牧场接洽 委托人去报关不假手盘商 自己进口肉品 省下了一到两成的食材成本 尽将A5和牛放上烤盘 油花预热被逼出 滋滋作响高档和牛肉香四溢 这是在全牛燕来啰 这一餐不简单 业者端上桌 盘子大到要两个人来搬 而且仔细看了 这上面肉品多到堆成一头小牛 全牛燕从头吃到尾 只是这一盘吃到饱 一个人9999元 和牛的部分吃起来入口即化 今天就抱持着说 也许一辈子总是要吃一次看汉的那种想法就来 那肉质是真的差很多 层次是完全不一样 和一般牛肉烧烤比起来 顾客吃过认为口感确实不一样 只是业者为了减低进口负担一条龙作业 有别与其他烧烤店透过盘商进口 自己到日本跟牧场洽谈 在委托报关 减低食材成本一到两成 牛种就不一样了 因为有些是产地牛 有些是品牌牛 松阪神户在就是进家嘛 单价当然是不一样了 那如果你只是黑毛和牛的话 其实市面上很多 在台中烧烤业者百花齐放 特别是台中工艺店 还有烧烤一条街 而这一间号称高档和牛吃到饱 浮夸戏美食最高档一人吃到饱 逼近万元 将枕头和牛放上桌 挑战韬客视觉和味蕾 同样是A5和牛 来看看不一样的料理手法 在新北市的新庄 新庄有一间开业五年多的无菜单日本料理店 因为临近辅大 所以有许多的教职员都喜欢招待贵宾来用餐 店家选用的是新鲜海产 做成沃寿司与生鱼片 日本A5和牛跟澎湖的花龙虾 也常让客人一吃惊艳 带大家去尝尝主厨精湛的手艺 踏进店里映入眼帘的 是从各地搜集而来的装饰小物 把小小店面装点得更由日式风 虽然是无菜单日式餐厅 但今日要出什么菜 早在主厨脑中精密盘算 开胃沙拉用水果搭配生菜 颜色缤纷 淋上酱汁就很爽口 接着品尝来自大海的味道 市场采买的新鲜鱼肉 决定了当天的生鱼片组合 北海道干贝 牛港骚 还有红干 适合吃原味甘甜 沾点酱油就能入口 至于沃寿司 更是遵照正统日本做法 一般醋饭都是冷的 但主厨却将米饭放置在电锅中保温 因为有温度的醋饭 加上生鱼片 才能真正带出鱼的鲜甜度 米饭则选用彰化二菱 所栽种的日本月光米 会越嚼越香 原测以前一直就是有缘才吃得到 来者是客更是有缘人 这罐原测沃寿司 其实就是碟鱼的起边肉 油脂丰厚 刷上酱油后再用火烧 变成意想不到的滋味 我们客人比较不会说 指定一定要吃什么 因为我们就是吃季节性的材料 然后我们的调理的手法 尽量以原味为主 不指定是厨余信任 因为店家的备料 从不让人失望 海鹿双拼是接下来的重头戏 日本公崎和牛采用乐眼部位 A5等级油花超细腻 吃法也多变 可以用海苔包上酪梨 口感像丝绸般滑顺 也能火烤三分熟后 做食书享用 来自澎湖海域的花龙虾 肉质比波士顿龙虾更Q 用焗烤做法 起司在龙虾上不停鼓噪 滋味超浓郁 主厨曾建中对料理很讲究 很难想象他不是本科出身 当初背负家人期待 尽国力高职就读 但学的尽是机械模具 但他知道自己对做吃的有兴趣 于是半路出家从学徒做起 这股热忱带着他踏进餐饮界 一做就是15年 基本上吃完很少不会回来吃的 因为每次来吃的东西 也都会不太一样 那会有一种惊喜的感觉 有信心让每一次来的客人 都有不同惊喜 无菜单料理处处用心 好味道无需赘述 看看桥面上贴了满满的客人合照 这些闻香而来的掏客 或许就是对他厨艺最大的胜赞 中国流行在夏天吃麻小 也就是麻辣小龙虾已经好多年了 看好这股风潮 台湾也有卖重庆烤鱼的业者 引进了麻辣小龙虾搭配烤鱼 光是视觉效果就让民众抢拍照 而又麻又辣的口味也在夏天特别的开胃 打破火锅淡季的迷思 这边满上龙虾烤鱼哦 霸气铁炉送上桌 满满海鲜堆叠 让客人即使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 依旧不忘鲜味饱记忆体 浮夸份量吸引各路操客 这间餐厅呢 它们的东西都是走巨无霸路线的 光是这个满满一盘的小龙虾 到底有几只我们来数数看 一 九 十 总共有十只啊 总共十只小龙虾直接溢出盘源 除了食材给的勾豪气 新鲜度也很讲究 澳洲小龙虾活跳跳直送 现点现烹调 再滚烫油锅里翻腾 红红外壳天上一抹油光 趁热赶紧放入特制麻辣汤 小龙虾们舒适泡个三分钟热泉 而来自贵州的好伙伴芙蓉鱼也在一旁 让师傅搓澡去腥 让肌肤滑嫩肉质更细腻 淋上红通通辣味搭进满满干辣椒 小龙虾出厂接棒 空气中瞬间弥漫辣椒香气 不用一会功夫软嫩鱼肉 吸附呛辣汤汁口口吃尽香麻滋味 小龙虾扎实带点Q脆两种海鲜各展风味 这样子还蛮麻辣的 对 可是它不太说会呛到 就是嘴巴是舒服的麻 这有吃过类似的也是重新口味 它蛮像的 它那个辣也是有麻 还不错 在上海那边 它每到夏天的时候 就会开始很盛行麻小这个东西 所谓的麻小就是麻辣小龙虾 那它其实它不仅代表了美味 也代表了夏天的到来 将中国风行多年的麻辣小龙虾 结合烤鱼 创造另一波美食商机 汤底也特别使用多种辣椒熬煮 使得口感浓郁丰富 层次感十足 聪明的老板为了让汤汁发挥强大功效 还研发出第二吃 烤鱼在炖煮的过程中 其实它有很丰富的胶原蛋白 会在汤汁里面 所以如果再加入高汤 来汆烫肉片的话是非常的营养的 比较多用就连炒菜也不能少了这味麻辣 满足湿辣一毒的所有喜好 既浮夸又开胃 让店家摆脱淡季营收茶迷思 在夏日里辣出新高度 香港人习惯在饭后来上一碗甜品 这个风潮现在也席卷台湾 有一家老字号港式甜点传人来台湾展店 包括羊枝甘露 芝麻糊等甜点 坚持天天手工现做 老板满哥不定期还会来台监督 确保味道不变 鹅黄粉绿明亮缤纷 仿佛有种魔力 让人不由自主 被吸引 入口瞬间 甜蜜融化 清甜水果香紧接地释出 经典钢式甜品单极 做法精罕法式千层 异曲同工 鹅黄色蛋液倒入锅中 锅锅饼提以小火熟成 直到表面泛起小小水泡 如果大火的话 就不要煎饼是苦的 消焦的 所以这是手艺 火候拿捏全凭蒸工夫 饼皮薄能透光 又不能破损 还得弹牙有劲 再包进香浓冰凉的鲜奶油 和新鲜芒果形成完美组合 外形又入一块小豆腐 QQ嫩嫩 我很喜欢吃它的榴莲 就是里面的材料很扎实 吃起来都非常有香 那个水果本身的香味 椰子的果肉都是可以煮到很软 我自己回去试过 做不到 很多产品都以新鲜水果制成 尤其是著名的洋芝甘露 以夏季盛产的芒果为胡椒 过滤掉多余纤维 再加进大块芒果果肉和稀米露 还得用力冰镇才到位 在夏天里面然后吃上一碗 这个芒果汁调出来 还有包含它的果肉调出来一碗 感觉很像是观世音菩萨 帮你撒在头上撒上露水 然后感觉好像很清爽清凉 购冰才能消暑 养殖甘露起源生鲜饱品 刚人圣赞 此品只因天上有 游似观音养殖露 70年代就开始接触甜品生意 变老板满哥是到底香港人 小时候就跟着父亲学手艺 所以我们读完书了 就去帮我爸爸开店 帮忙 帮手 所以做 一直做到现在做甜品 路边摊起家打出知名度 知道自己独立开店 依旧坚持纯手工 纯天然 杏仁以人工慢慢放进打磨机 必须磨得够细致入口才够香醇 员工们都得到澳门本店训练三个月 满哥还不定期来台确保品质 澳门台湾乐当空中飞人 要让百年港点在台湾发光发热 夜市各式美食多洗牌速度也快 但是鸡蛋糕车轮饼 这似乎是从以前到现在都会有的小吃 尽管现在口味造型在进化 但是传统口味仍有大批客群 再加上百摊门槛不高 也让鸡蛋糕车轮饼成为商圈不败之摊 大象摩托车枪造型鸡蛋糕掀起满满童年回忆 就连材料也很复古 只用蛋白 面粉 糖 三种原料调成浓稠 再倒入铁制模具 火烤塑形 这个是我们家传承三代的 是我阿公那时候就流传下来了 所以这造型都是之前的图案 靠复古滋味站稳市林夜市 小小摊位月营收破十万 老板透露旧利润近五成 同样挑传统味市场的车轮饼餐车 一样是招牌 买不到心情不好啊 来了三天啊 几天都没有来啊 我每次看看一下 怎么没开 怎么没开 我月底就要回去了 我会去试别的口味 但是吃起来还是觉得 传统的红豆是最符合我的口味 步走华侨路线一样是古早味 只卖红豆 芋桶 牛奶 起司 鼠泥 四种口味 车轮比旺季营收破十五万 拆解成本以一个月计算 人料包裁五千元 瓦斯水电两千元 公读生一万三千元 租金仓库一万四千元 月成本总计三万两千元 占不到三成 对于这个红豆饼这个来说啊 它算是老少嫌疑 然后大家喜欢 那在门槛上来说的话 它相对来的低 靠单纯口味 平除高营收 鸡蛋糕 车轮饼成了夜市市场 不败摊 天气好热没有胃口 这几家凉面店特别受到欢迎 还有外国人都拍片推荐哦 台北市有一家凉面店 24小时营业 除了小黄瓜 还加入了豆干以及碎肉 以及独特的芥末酱 许多顾客一吃成主顾 还有另外一家也是主打宵夜 吃法也很特别哦 凉面搭配葱蛋半熟蛋 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老板娘我要三碗大的凉面 还有三碗三个而已 下午时间手依旧停不下来 这家位在台北市中山区的凉面店 24小时营业吸引夜猫族 生意越晚越好 也是白天上班族的最爱 可能一个礼拜来一次吧 觉得它的面体还满Q弹的 然后另外因为我很喜欢 加它这个芥末酱 哦 我很喜欢它的汤 它的汤比较浓郁 我觉得它料算满多的 豆干碎肉小黄瓜 除了芝麻酱以外 再加入花生酱搭配蒜末 还有独特的芥末酱 配上一碗三合一味噌汤 百元有找 客人大部分都喜欢浇我们的芥末汤 它可以解酒 大部分都是宵夜 夜猫族 夜猫族比较多 还有台北市这家凉面店 也深受夜猫族喜爱 就连国外游客也登门品尝 临上麻酱不稀奇 这家凉面店特殊在面条 有别于一般细面 用的是宽扁面条 吃起来更有嚼劲 一般凉都细的 都是细的 还是扁环的 而且口感就很爽口 对 很爽口 对 洋爽戏满足味蕾 入口消暑器 凉面成为不少民众夏日首选 很多人看棒球的时候 也想吃美食 但过去球场美食的选择 并不多元 近年来 桃园LAMIGO主场 就看准球迷的痛点 推出了专属餐厅 一系列套餐菜色 让球迷眼睛为之一亮 一边看球赛 一边在宽敞的美食区用餐 相当的惬意 而假日有球赛的时候 想订还订不到呢 诶 现在我们现在在哪里 我们现在在LAMIGO的大胜区 那这边呢 可以一边吃美食 一边看棒球哦 那你推荐哪一道菜来先吃 这个呢就是香槟威南排 这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很好吃 吃一下 好 哦 怎么样 就是咸甜咸甜很好下饭 好吃 那我们去看他怎么制作的吧 好 把腌制好的猪南排下锅炸到金黄色 等到外皮紧缩之后 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就是离火 因为我们的温度已经够高了 排骨也已经紧缩了 外衣也都紧缩 但里面还没有熟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油的余温 去把它把肉把它焖熟 再把油温升高逼出油脂 外皮才会吃起来酥脆不油腻 接着重头戏登场 把调好的香槟酱汁勾芡 再倒入刚炸好的南排 裹上褐色外衣 简单摆盘亮丽上桌 带甜的排骨外层亮晶晶 像涂上糖浆 好像冰糖葫芦 南排咬起来酥脆入味 有香槟酱汁加持 让味道更香口 我觉得排骨很好吃 它很入味 而且也不会觉得太老啊等等之类的 利用油温把带骨牛小排慢慢焖熟 两三分钟就可以起锅 翻炒熟之后 这道护士蜜汁滷牛骨就大功告成 牛小排软弩适中 步步到位的酱汁 有化融点睛的效果 这道菜它其实是 广东菜的一个调制的方式 但是我不想要让这个酱汁太死板 所以我加了客家的一个荆棘酱 所以在这个酱汁 它在炒出来的时候 你会闻到一点淡淡的一点熟悉的味道 如果吃不过瘾 还有这道超澎湃的龙虾和米糕 十只小龙虾躺在米糕上 光看就令人垂涎三尺 米粒香味足又软Q 配上鲜美龙虾肉 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 没有想到它是会提供那种菜式的 因为一般认知会认为 它是属于那种美式餐厅的菜式 因为想说棒球会跟吃炸鸡怎么结合 可是没想到它是以台式的风味来呈现 原本以为在这边餐厅可能就只是 可能都已经现做好 可能不是很热很烫的 就后来上来的菜其实是满热的 球场美食也能像高级餐厅般精致 主厨每两个月定期更换菜单 按照季节变化球迷回馈评价调整菜色 在大胜区一边看球一边搭蛋美食 享受球赛带来的刺激感 球迷更是吃得心满意足 中华职棒迈入第30年 但其实中职的票房 即2013年 美国球星曼宁来台效力掀起话题之后 就风光不再 旋即进入停滞期 像是2017年和2018年都只有130万 和131万人进场抗球 就因为这人数变少了 球团开始想办法跨界行销来吸金 像是中信兄弟就推出了七龙珠主题日 周边商品卖了近千万 而Lamigo桃圆美食街因为结合潮点 2018年光是商品就吸金6千万 但是曾经在2015年 创造2.9亿元总营收的桃圆队 却在今年宣布他们要卖掉球队 因为他们经营16年 就亏损了16亿元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实在无力负担 因此现在球队卯足全力 就是要吸引球迷买票入场 像是富邦汉将就将职棒的主场超进化 除了有美食街满满好料之外 主场球队更是推出了 可以边看球边吃美食的服务 除了可以享受刺激比赛之外 还能吃到满汉大餐 而活力十足的啦啦队员 最爱吃哪些好料呢 带您一探究竟 满汉席太疯了吧 原来来来来 两位小姐 拜托好不好 能开路你们就要偷吃 小姐 是我们主场耶 我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你能慢慢爬 也是没有道理的 等一下啦 我们也要吃 你先放下 好 我跟你讲我已经很多年 没有来看球了 真的是 我不少一下还可以给你点餐皮看球 快帮我介绍一下 还没开路 两个搞怪天使人 不够形象就想偷吃 到底满汉席端出什么好料 让人最贪嗔这负德性 且听姑娘们娓娓道来 这是我们的意大利面 细扁面搭香煎鸡腿排 左蒜番茄酱汁 好够 好长 好长 严哥他的名字一样长 哎呦喂 我说这美食名字 尝到不换气念不完 球队是在折女孩们吗 不过这道米兰风格的意大利面 以新鲜牛番茄炖煮 仅用简单调味 搭配上外皮酥肉质嫩的鸡腿排 口感高雅清爽不腻 即使瘦瘦的杰米 也能吃上一大碗 但光是这样还不够 猪肉舀起来非常好吃 你有没有看到薯条 就是你全部东西吃完之后 那最后你看球的时候 就可以边看球边吃薯条 你吃完之后还会让大拇指 二拇指在喵喵喵喵 以香料腌制的猪肉排 慢火正煮超过三小时 软烂却不失嚼劲 表皮中口味酱汁又出肉香 一口坑肉一边欣赏刺激赛事 潜意又满足 另外还有清爽的 油醋沙拉加进芒果和鲜虾 酸酸甜甜在夏日里特别消暑 她说虾子好鲜甜喔 看到姐米满足的表情 想必球迷们也跟着融化了吧 另外女生最爱的甜点 也没少 焦糖卡仕达配上巧克力塔 冰凉口感一秒变身 幸福少女 一口气五样餐点 补充满满元气 如果人鼠独够多不怕宝累 也是球赛好伴侣 新鲜洋葱霸气肉片拌炒 加上特调BBQ酱汁 风味强烈充满野性 酱酱面包增添饱足感 新鲜蔬菜 蓄油解腻 金黄薯条 萝衣香配 分量满点 视觉够把气 我觉得它很符合 就是在球场那种 还满惊奇的感觉 然后它的口味的话 我觉得还满适合这种天气的 它的面包很脆 然后酱汁很容易 然后肉也很嫩 好吃 兼顾开胃及方便性 球队推出各式美食 让炎炎夏日 会和力气球员的球迷们 大饱眼福 吃尽幸福 东区越夜越繁华 狙酒屋是很多人 小酌两杯的好去处 但是今天介绍的这间狙酒屋 很特别哦 不主打日式 反而是以无国界料理为主打 所以在这里你吃得到 意大利面 港式叉烧 还有创意台菜 老板娘Maggie是个香港人 她本来是个平凡的上班族 到日本进修时 最爱去居酒屋观察人群 因为爱吃 索性自己开一家 天暗了 东区街灯却亮起 在这儿有家居酒屋 灯火通明 像是萤火虫 在夜色里发着光 鲑鱼炒饭 蝴蝶蝦 炒虾五汁 晚间六点准时开张 厨房里的单陆续进场 西餐快炒烧烤 三个厨师各有专精 木炭被烧得通红 综合串烧用海鲜跟鸡腿肉 打透震 牛的横格膜很多客人看到菜单 不敢点 其实就是肉片 口感软嫩 牛味浓厚 烧过的火山盐放到木屑上 还会飘出烟熏木头味 常见的明太子焗烤马铃薯 也改良成创意口味 选用红地瓜甜度更高 我觉得好的东西不用曲线 其实很多东西搭配出来 你会有影响不到的效果 老板娘是她 Maggie 讲起话来有浓浓香港口音 发现客人也是来自香港 马上聊开 是台湾人跟香港人开的这些居酒屋 这个是我在台湾吃过最好的一个 真的 既然是香港人 店里自然少不了港式叉烧 用南乳 祝侯酱 绍兴酒等配方秘制酱汁 是Maggie自豪拿手菜 软壳龙虾好了 可以 宜兰养殖的软壳龙虾 去腮 剪指甲 经过一番美容 沾上面粉与粉浆 炸个八分钟 虽然成本是一般龙虾两倍 但软壳龙虾从头到尾 由里到外 全都可食用 完全没有耗材 一般居酒屋菜单上有八成都是串烧 主食变配角 但这里的鲑鱼炒饭 可是人气王 配上烧酒啤酒有够享受 都很舒服 就觉得坐得住会一直上来 店面不开在东区大街上 而是退居巷弄 租金省了一倍 不怕被客人错过吗 Maggie有信心 无锅街料理只要好吃 客人自然会上门 中式料理跳脱传统科旧 青年级生老板创意研发出 中菜西想的呈现方式 像是著名的东坡肉就装在铸铁锅里头 加上整家店走的是文青工业风 蔡铃也都相当有创意 吸引不少年轻客群 色泽红亮 外貌堪比马马 经典江南菜东坡肉 口感软而不烂 肥而不腻 以光饼当配角 变身东发小萌宝 铅中带田 层次分明 难怪诗人苏东坡也为之倾倒 但要难做出不失传统又融合创新 反复工序一步都不能省 汆烫去腥 拔掉多余杂毛 半肥半瘦的带皮猪五花 方方正正的外形要以草绳固定 放进锅里大火滚入两小时 直到肉质软嫩轻轻一搓 就能穿透整块肉 我们现在将东坡肉放进蒸笼 继续加热入味 香醇酱汁持续融入东坡肉 另一头师傅也嫌不得 堵制二次调味以小火慢慢搅拌 再加进砂糖 靠着温度收汁 胶质变得浓稠 温暖的胶糖色 将料理完美包覆 而同样靠酱汁加持的 还有这道 有亮亮的牛肉片 外头金黄酥脆 里头粉嫩多汁 放进店家麻辣刺条 正正焦香 悄悄外溢 灯笼椒花椒粒和干辣椒 大火配炒 释放辣味和消气 豪迈浇尽肉片小山上 满满艳红色映入眼帘 仿佛火山喷发震撼视觉 更特别的是盛装容器 以铸铁锅拉高层次 颠覆中菜滋味 一直以来我们都觉得 中菜是一个非常美味 而且很有深度文化的 一个菜系 那我们希望能够 跟年轻人做一些 世代的鸿沟接轨 让年轻人也觉得 中菜不仅是好吃 它在呈现上 也是非常时尚 老板Denis 学中菜出身 盼望将料理底蕴 发扬光大 辞去餐厅主管职务 创业开店 将西式美学 融入中式菜色 但这样前卫的想法 让他在畅业初期 一路艰辛 有空的时间 就是到捷运站去派船单 对 那个大太阳这样 前初期前三个月 其实我们基本上是 满产配的 假设在这样的情况 顶多再撑个三个月 大概是六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可能 可能在市场掰了 和主厨讨论菜策 和员工维系情感 更亲上第一线 了解客人感受 终于打破思维苛救 时髦中菜在传统与创新间 取得美味平衡 北投以前因为是风化区 聚集了不少餐饮业 其中有家老店 当年为了要做小姐们 以及酒客的生意 营业二十四小时 酒客喜欢在喝酒之后 来这家店吃上一碗滷肉饭 搭配肉羹汤 简直是人生一大享受 中心菜干油面 早上十点一开门 老板周双池一刻都不得闲 这家三十多年的老店 以前可是像超商一样 二十四小时营业 都是一些连流来这边喝酒 喝完酒以后 内奖小姐 他们都陪他到我们这个 小吃店来消费 周双池从父母亲手中 接下这家店 把路边摊变成实体店面 系统化管理 食材升级 懂吃的饕客都知道 来这里就需要点这一位 滷肉饭肥肉不腻 瘦肉不柴入口即化 滷汁完整国旗米饭 味道咸甜香浓 让人吃完回味无穷 搭上酸酸的烟黄瓜 勾住了不少饕客的心 他的滷肉非常的香 而且吃起来都不会很油腻的感觉 然后入口即化 他的咸度 我觉得是很适中 不会像有的滷肉饭是很死咸的 很绵密的感觉 然后饭不会太黏 留下炸过油葱的油炒黑猪肉 不断翻炒 逼出黑猪肉的胶质香气四溢 倒入3000cc的水 以及特调配方 特调的酱油我们加了500cc 最后放进炸锅的油葱 增添滷肉香气 熬煮两小时才能煮出一锅美味的乳肉酱汁 如果咸不够再点这道准没错 猪肉后腿肉 然后我们经过腌制入味之后 然后裹上鱼浆 裹上鱼浆的后腿肉跳入热水中 等到浮出水面就能捞进碗中 这道肉跟汤可是不少老陶最爱 因为每天现做吃起来新鲜有弹性 扎实入味让贪吃的嘴停不下来 鱼浆有鱼浆的味 肉有肉的味 就很好吃搭的很好 它的肉根很实在 就是很吃得到那种肉的扎实感 因为用料实在 人潮络绎不绝 但高人气的背后 也经历过低潮时期 口体育那段期间 那时候真的是赔钱生意 那时候几乎 闻到猪人的时候 大家人很疼 都会怕 当时老板不卖猪肉 改卖海鲜切仔面渡过难关 风头过后生意也逐渐回稳 老板对猪肉品质更是严格把关 要让北投人记忆中的味道 永不走位 你知道台中风源人早餐都吃什么吗 答案是猪血汤配炒面 原来因为早期风源清工业盛行 外传猪血汤有清沸的功能 所以喝猪血汤成了一股风气 但为什么要吃炒面 带您来解答 这个变那个笨 人潮络绎不绝 作无虚席 人人捧着一碗猪血汤 碗里满满的韭菜末 汤头喝起来清甜不油腻 大肠头Q中带脆 猪血软育适中 口感跟豆腐一样滑嫩 人家有吃到就是有那种内脏 它这里面有那个粉糖有一点那个腥味 这家 这家没有我刚才喝了一下下没有 他们这个味道是跟人家不一样 然后他们的猪血都每天现做的 所以是非常好吃 当然还要加它的那个青葱 大椒 猪血吃起来不腥又美味 除了每天挑选新鲜猪血 还有保存诀窍 如果你要保持它的活性 跟没有腥味 那你就是要用活水 就是一直换水就对了 一块块的活血 有了活水才不会有血腥味 猪起来更容易入味 猪血浮起来 就是代表它是活血 因为它那个空气跑进去之后 汤汁会带进去 配菜酱汁跟黄面拌一拌 香气四溢 炒面弹牙可口 最后上头淋上的肉燥 更是提升美味关键 肉燥能够香气十足 最大的秘密武器就是它 肉燥有了红葱头体味 让整碗面香气逼人 甚至还可以把肉燥淋在白瓣上 配上鲜炸后乳的矿肉 入口即化 肉一定要炸过 因为要把它的油脂逼掉 还有老饕把这家店秘制的酱汁 淋在矿肉饭上拌着吃 增甜咸香味道 变成独家好滋味 体味就是它又带着辣味嘛 然后你会吃到刷去 外面吃不到这种味道吧 他们有自己独特的一个风味 这家猪血汤在当地飘香超过三十年 老板康世忠会踏入正行 卖起猪血汤 全跟枫园早期产业有关 我们枫园早期是一个 比较轻工业的市政嘛 然后很多这个以前我们这个 都用猪血煮猪血汤来吃这个清肺嘛 大家常常吃之后会形成一个风气 外传猪血汤清肺 早期摊贩几乎都卖炒面 于是炒面配猪血汤 变成风圆圆必吃的早餐 中午再来碗烫肉饭 满足口腹之欲 古早味料理伴随在地人成长 也成为无法忘怀的美食记忆 欢迎回到旅行东西君 节目现场 鰻鱼种类繁多 烹调方式也差很多 日式料理店最常见的 蒲烧鰻鱼 是靠酱汁烧烤提味 而大多使用养殖白鰻 如果想吃原味那就得清蒸 厨师建议要选野生前蚌 因为皮厚胶原蛋白多 营养价值更是高 新鲜的鰻鱼炭烤成暗黄色 进入酱汁调味 铺在白饭上 成了一道蒲烧鰻鱼饭 这是我们的很刚家庭好鰻鱼桶饭 鰻鱼蘸酱蒲烧即常见 也能淋胡椒白烧 甚至有人用煎的 切块鱸鰻沾沾到高温热锅 鱼皮立刻卷曲 煎到香酥变成金黄色 鰻鱼种类多 餐厅存货靠养殖 鰻鱼捞出水面 拿刀划开去骨 做鰻鱼饭的 大多用白鰻 另外这一种 琥珀色斑点野生前蚌 丢蒜枸杞入味煮汤 保留肉质鲜甜 前蚌皮厚胶原蛋白多 适合清蒸 白鰻肉质Q弹 大多用来降烧烤 金钱蔓它在鰻的种类中 它的胶原蛋白是最丰富的 它的皮的厚度是 远高于一般鰻鱼的两倍 所以它的营养价值 也相对的比较高 同用时鰻鱼种类大不同 烤烹调技术 留住精华 擄获陶可味蕾 你吃过云南米干吗 就像客家版条的口感 这可是早期云南人 过年必吃的料理哦 在桃园中立龙岗中贞市场周边 就聚集了不少米干料理店 其中有一家店外面布满上百只国旗 漆海飘扬 在这家店的背后 原来藏着一段感人故事 把所有思念寄托在国旗上 他叫张老旺 是当初这群故军的后裔 他望着这一面国旗 不只是爱国情怀 背后还藏着张老旺一家的故事 母亲是未了以后再能够找到父亲 怕枪声又响起又失去零落 所以呢就仅找了一些旧的布 封了一面国旗 那么这面国旗呢 他就交给他的传令兵 我的丈夫如果阵亡了 你插在他的身边 我们跟他收拾 最后张老旺在台湾 跟父亲相聚 但回想起当年烽火连天 只有十岁的他 为了寻找亲人 差点饿死路边 好在半碗剩饭救了他一命 倒在一家老百姓的墙角 那家老百姓看我一个小孩子 快要快要饿死了 就到里面去剩菜剩汤 去拿棒碗来给我吃 这股味道让他终身难忘 张老旺决定再回到云南家乡 找寻当年的救命恩人 还因此认识现任太太 两人把正统云南菜带回台湾 汤头滚了猪肝肉片 跳入锅内 等到米肝烫熟 再倒入刚煮好的汤料 大功告成 纯手工的米肝Q软料多实在 汤头温润带鲜 不少人就是为了这一味 不辞千里而来 我是入港 他真的是入口计划 蛮顺的 这碗米肝汤头香又不油腻 一片片猪头肉后脑皮 切得薄如纸张 云南特制酱汁增加香气 少一样就少一个味 要全部一起放起来才会好吃 这道料理叫做大薄片 为了去除猪肉上油脂 像洗衣服一样 像洗衣帆东西一样 洗洗洗的时候 它油会飘在上面 不断清洗猪肉薄片 直到没有油脂 甚至还有另一种做法 就是火烤 烤到猪肉焦黄 这道料理据传 连勤使黄都喜欢吃 蛮饱的啦 吃下去口感还很好 这道菜在战火时期 也是张老旺的保命符 父亲怕我饿 所以他就焦在下面 用火烧一坨肉 那坨肉刚刚的阴阴的 放在我口袋 我就口袋就有这一坨 我就拿来一咬 跟那个水一起喝 感觉味道蛮不错啦 从料理找回家乡味 张老旺做的美道菜 不止一解香愁 也温暖了民众的胃 在重庆街头巷尾 都看得到的美食叫做小面 每一家的配方不同 却是各有特色 有位职业钢琴演奏家 无意间在四川吃到的这一味 他念念不忘 决定自己在台湾创业 从温文如雅的音乐家 变身路边摊老板 工作形态重大转变 一度让妈妈无法接手 小辣味道可以吗 态度亲切仔细聆听需求 客制化调整面条口味 她是陈欣语今年仅仅30岁 靠着自己研发的重庆小面 从菜市场卖到开店面 刚刚我点的是粥麻粥辣 不过我觉得好像可以再进阶一点 老板我想要再加辣 帮你铺上满满的一层辣 这会不会太多 可以 我们还有更辣的东西 真的假的 口味单一却能依照喜好 有不同变化 香辣一点没问题 喜欢麻一点也能改变 能兼顾麻辣不同客群 烤的就是16种酱料分开处理 最后会加一个灵魂的关键 一碗碗调味料 卤汁加进关键油辣子 以五种食材提炼 透过现炒释放香气 让陈欣语的辣温和不燥热 至于控制麻度的花椒油 也用了四种形象料做出独有风格 碎叠出层次丰富的川味酱料 就是可以自己调整辣度 还有麻度就会还蛮棒的 因为我不爱吃辣 这样我就很亏啊 但是后来面来了之后 我就觉得我不亏了 因为其实就是这个不辣不麻里面 还是会有辛香味在 做面的话就是 我就是跟你这么这么近 我煮了一碗东西 我马上就呈现在你面前 那我会重视每一个人 他都是独特的 款面西面各有风情 饱满花生配出多层次口感 更有客人 喜欢澎湃加上各式卤味 不论是Q弹大肠 还是又嚼劲的腱子肉 都是传承妈妈的手艺 让这碗面更具温度 毕业于音乐系的陈欣宇 从小学钢琴 每年演出超过60场 但这样的收入却仅够自己花 一次巡演到了四川 吃到小面 开启了他创业念头 没想到却一度伤了妈妈的心 整个菜市场 都知道我是学音乐的 然后整条菜市场都知道 我是台义辣的 却愿意去菜市场 对家长来讲 他自己有一些 就是他自己有一些放下 然后我自己 我自己有一些冒险 经历整整一年半 适应其陈欣宇的面摊 渐渐做出成绩 妈妈也学习面对放下接受 除了时不时来面摊帮忙 现在更能坦然而骄傲的说 这双弹钢琴的手 同时也是主面好手 还算成功了 替他开心 当然啦 因为他很认真 他的认真 我是有肯定的 欢迎您回到旅行东西军的节目现场 我们带您看看 从周末起家的炸拳鸡 现在在台北也吃得到啰 不过业者说 炸拳鸡的制作过程 除了外皮裹粉要裹得仔细 才能完整包住鲜味 一次也要炸上30分钟 才能炸到均匀受热 表皮金黄 高温锁住肉汁表皮炸到金黄色 这炸鸡不只有拳头大 可是一整只的拳鸡 噢很烫耶 有有有有 一拨开肉汁不断流出 炸群鸡连锁店也来台北开粉店 每个地方都需要裹到粉 然后下去的部分 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比较好 炸的时间加作业时间 约莫30分钟左右 果粉锁住鸡汁在经过一整个晚上的腌制 入锅油炸 一般分块的炸鸡 大概要炸10分钟 但整只的拳鸡至少要30分钟 才可以炸到均匀 而且顾客想吃都得要事先运定 外皮它很酥脆 然后里面肉汁也很鲜甜 外面炸鸡就比较柴柴的那种感觉 然后皮都烂烂的 它比较能够锁住里面的汁 对对对 因为原本如果你是切成比较像部位的 它汁没有办法锁了那么多 那像这种整只它的汁就锁了比较多 炸的过程也很讲究 大约第15分钟就要把全鸡翻面 业者也在酱料上下功夫 就连裹的粉也说藏有自己的特色秘方 民众PO文说了 这鸡肉多汁不柴 跟另外一间连锁炸鸡店有的比 不过这全炸鸡 有不少民众是第一次看到引发话题 从小吃到大菜 餐桌饮食可以勾勒出一个家族的族谱 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轨迹 旅行东西君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